这个市场大概是没有到鸡灰狗跳 但是已经找到了鸡犬升天了 Unikuro, Henten, Zara 这个东西在涨 Hermes, LV这个没有在涨 代表面积缩小了 但是你会越买越远 那这个代表说房价在高档 房产教父严秉立拿金品快时尚比喻 国内预售屋蛋白区房市买气 已经到了鸡飞狗跳境界 为了抢买房 不管是六都非六都 只要听到预售屋开案 BDC满满排队人潮 今年一到五月买卖移转栋数 达14万6559栋 年增三成 尤其台南高雄成长近四成 最夸张 这是一个赌籍 我们在赌这三年 这三年台湾的精神在往上涨的时候 这个赢家就大家都赢 你也不会断头掉 那假设这三年里面产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 最大的数价就是银行 为了打炒房 中央再出重拳 央行限缩七都第二户贷款乘数 由七成砍到六成 行政院接着拍板 辛勤安一升限贷一次 贷款户还要签自助切结书 但严炳利认为政策效应有限 资金成本推波助澜之下 第二季土地交易量390亿 上半年累计交易金额 已经突破千亿大关 直逼去年一整年创三年新高 年底房市依旧羞棍棍 房市火热行情预料会延续到年底 但疯狂强买的同时也要居高思维 房市会不会泡沫化 没人说得准 三年后交污潮 见真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